AG迎来关键一战 赢了创造队史 输了掉下神坛 2024的夏天会属于AG吗 2024的夏天是属于AG的吗 可以吧 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的 可以 都可以的 嗯 我觉得可以 KPL新瓜曝光 艾斯卸下重任 RW有一项租借射手 网传无未年总会被租借 因为流量高 就在9月15日AG迎来关键一战 夏季赛之前的输赢已经无关紧要 就像春季赛 狼队打AG一胜难求 却赢了最关键的决赛 同样如此 AG跟KSG不管前面谁输谁赢 只要这一场拿下就是最大的赢家 而AG这边四次连续进决赛 只拿到一个冠军 并且对史从没有获得夏季赛的奖杯 所以他们赢了创造新队史 输了则掉下神坛 对此猫神在外拍摄的时候 偶遇AG的粉丝 他发出灵魂拷问 2024的夏天会属于AG吗 还问了猫神年总是否会上场 最后还喊了AG的口号 感觉这次AG真的不能再输了 同样的KSG也有不能输的理由 毕竟他们首次进决赛 拿到冠军的话 也能加入KPL冠军队伍群聊 2024的夏天是属于AG的吗 2024的夏天是属于AG的吗 可以 不会觉得可以的 可以 方可以的 年总没看到那个声音吗 咱们你们在哪里 你心怀忠耀 你死住吧 你是谁 心怀忠耀 今天再打球点 兄弟再来一声 心怀忠耀 大家能不能让奶茶别是保持的 然后就是KPL新官曝光 EDGM换新教练 意味着艾斯协下的重任 大概率是让AWO执教 可能是想换一种赛讯思路吧 微博有概率要换教练 花楼的BP 其实并不能算特别好 老干爹就有点难了 或许九尾真有可能因此退役 甚至连密封花都不愿意去老干爹的话 他们想要找好的教练 真有点难 SK年总不回归 但他回归指日可待 大师组之所以没有传出 视讯消息 是因为有些人全已经定网 比如RW有一项租借射手 花云在季后赛的表现太拉胯了 就连赖神都忍不住吐槽 他是最水的常规赛 最佳选手 最后就是网传无未免总会被租借 因为其他队伍想要流量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不过还是要说一句 吃瓜不幸瓜 不然小傻瓜 总的来说 AG的赢面感觉大一些 虽然KSG上一次赢了他们 但是只要奶茶不执着于用保时流 AG的纸面实力要大于KSG 当然决赛主要还是 看个人当时的状态 就像春季赛的狼队季后赛打得并不算特别好 决赛却可能有那么好的发挥 最后凭借着巅峰对决赢下不赛 这就是一支队伍的底蕴 同样的AG的底蕴 以KSG深 所以他们的赢面更大一些 大家觉得吗